校門口接到下課的孩子之後 接下來就是家長手刀快速退場 離開接送去的節奏 從接送去倒車 機車車尾進入車道 後方又有來車全擠在馬路上 為了順利接到孩子們 家長絞盡腦汁 這台電動車被迫並排路邊大車 接著這兩台機車 卡進兩車之間的縫隙 再看過去就是家長 能夠停靠路肩的位置 這個接送區一秒變成卡位搖滾區 從制高點往校門口看 小學生宛如行軍走出來 一旁等待的車輛從左綿延到右 並排機車恰巧面臨遊覽車經過 瞬間身處加急風險 放學是這樣的盛況 到了城堅上學也不遑多讓 擁有近三千兩百名血統 就讀的台中豐原南洋國小 為在同安街J側校門 上午七點半上學時段 校門外家長要放人隨機卡位遊擊站 到了下午四點鐘放學時段 接送區先到的先卡位 卡不到位就要並排 暴露在有風險的危險等待 南洋國小同安路的校門外 只有來回兩線道 結果最尖峰的狀態還會出現這樣 這一側機車大隊開始挪移 另一側車輛緩下來沒有冒然前進 為了這個機車接送區範圍能不能擴大這件事 家長與校方傷透腦筋 三信五台中綜合報導 沿著南洋國小圍牆一路往前開 放眼望去整個校園外 幾乎都被汽機車包圍停得滿滿滿 家長和校方也因此提出 希望能擴大側門的接送區 會設立禁止停車告示牌 斷信的就配合學生上下學的時間 那個時間是禁止停車 原本側門左右兩側就有跨設 大約十公尺黃線 校方希望再擴大黃線範圍 達到五十公尺 方便家長停車接送 但也會因此減少近六個停車位 但三年來三度會堪 還是無法成功擴大接送區 里長博士外傳他反對增設家長接送區傳聞 區公所也表示擴大接送區 無需經過里長同意 里長也沒有反對劃設 重點是當地人不願停車空間 因此變少 居民停車需求和學生上下課 接送安全 如何兩全其美 區公所強調 現在校方以及相關單位 已經取得共識最快將在四到五月 劃設完畢 參與宣傳另外一集 孫友力 台中報導